是明镜集团的今天大新闻 今天是8月16号 我主持今天活动 我叫王君涛 是哥伦比亚大学政学博士 何斌先生呢 希望我在这里的身份是 著名的时政评论家 对我经常对时政发表看法 虽然这些看法有许多呢 不靠谱 但是我还是尽我的所能 能够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想法 那么今天大新闻呢 实际上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 选新闻不是很容易 我们这个节目呢 何老板是限定在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之间 那要这么做 在这种信息爆炸 在海量的新闻中要选的话 那么其实只能选大新闻 当然了什么是大新闻 什么是小新闻 什么是重要新闻 什么是不重要新闻 这个完全是主持人 自己的个人偏好 何老板呢 他没有任何的限定 所以我们自己来做选择 那所以我们在选这个新闻 就不仅仅要介绍一些新闻事件 甚至主要不介绍新闻事件 因为既然是一些新闻呢 大家可以在其他地方 找到相关的消息 那我在做今天大新闻的介绍 主要是要对新闻做一些分析 那么这些分析呢 希望能提出一些 在别的地方呢 看到或者被忽略了 虽然也提到了 被忽略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好 今天呢 我们首先选择的 是吧 现在怎么样 好 那我现在还要继续说呢 还是开始 重新开始 好 那么我在今天选择的新闻家军 当然首选呢 就是阿富汗的政治局势 塔利班席卷阿富汗 在短短的十天内 从拿下第一个省会 到占领首都 就十天不到的时间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震惊了整个世界 也震惊了美国 我相信如果中国 没有新闻封锁的话 对中国人也是个很大的震动 我现在不知道 中国的网友 是不是很关注这件事情 但不论怎么样 这个新闻呢 从不同角度解读 能解读出很多信息 那看到这则新闻呢 其实也让我呢 很难受 就是这个真的很难受 这个心情 因为这个难受 我觉得有三个 第一三个原因吧 让我难受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则新闻呢 表明塔利班 如果重新这个掌控 整个阿富汗之后呢 那么整个人类世界 特别是阿富汗地区 将有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第二 这个我的难受是因为呢 在这次事件中 美国的政府 特别是拜登的政府 表现得不及格 第三 那么这个事件呢 又再次对于民主 在整个世界的命运 特别是在中国的命运 提出了一些尖锐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都是值得我们这些 主张在世界和在 特别在中国推动民主的人 应当思考的和解答的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答好 那么在世界的推行 民主的前景的堪忧 好 那么我现在 依次来讲一下 那么首先呢 这个阿富汗的 塔利班席选阿富汗呢 现在呢 已经占领了 阿富汗地区的不争事实 那个阿富汗政府的 这个总统呢 原来总统已经 飞跑了 这个人呢 实在不称职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 作为一个总统来说 都不称职的 如果将来有一天 阿富汗恢复局势之后 应当追究他的宪法责任 那么这个 但是呢 这个在塔利班 占领了阿富汗 这个人马上就会想到 阿富汗下一个部会 面临着什么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根据塔利班在被 政权在被美国推翻之前的时候 21年前 被推翻之前的时候呢 塔利班实行的是 严格的 伊斯兰律法的统治 那当然我今天讲 人道的灾难呢 塔利班的人 或者那些信奉伊斯兰律法的人 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 那同意不同意呢 不要紧 那我现在是站在一个 就是人类普世价值 现在毕竟是 实际上多数人 接受这个标准来说呢 那么 马上他可能面临一些清算 当然在这个 而且呢 在过去的塔利班的 执政的记录上 比如像妇女啊 要必须要穿长袍 那么妇女和女童 不能受教育 被抢博结婚 等等 一系列呢 就按照现在文明的标准看 是属于是比较野蛮落后的现象 可能都会重新回到阿富汗 那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要一个政治清算 其实在 这个塔利班 在这个占领了 阿富汗之后呢 曾经跟西方的记者有过对话 他们再三承诺 那么将会尊重妇女的权利 将会尊重外交官的行动自由 将会确保财产的这个安全 这个社会安全 当然他也说要 这个要恢复律法 但是当被问及 那些曾经和西方世界合作 并且帮助西方 当时去这个管理阿富汗的 这样的一些阿富汗人 他们的命运如何收 那这个发言人说 他不能保证 说这个都取决于将来呢 按照伊斯兰的律法 设置的法庭 由他们来进行审理和审判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很合乎实际的 他并不是想为了 比如夺取这个政权呢 减少他的阻力 先开些空投支票 就跟当年的共产党不一样 我们知道当年共产党呢 在这个 这个拿掉 拿到中国之前的时候呢 拿下中国之前 曾经许诺呢 除了那个 毛泽东在文告中 说那些战犯之外 其他的国民党的士兵 如果放下武器 余力不追究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镇压反革命后呢 还有这个 在作为战犯改造 开始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毛泽东点名的这些人 多数人呢 都作为 如果被抓的话 都作为战犯 那么保留下来 把命保下来 而且呢 还有那些特殊待遇 在作为战犯特赦之后呢 他们还是政协委员 政协常委 有特共等等 这些跟共产党的一些 相应级别的干部 享有同等的待遇 就特殊待遇 那么而相反 那些基层官兵呢 在镇压反攻 都被镇压了 当然 很多人都被枪毙 被杀掉了 所以这些呢 这个 但是所以塔利班的 这样的一个话呢 现在看来 从各个方面报道看 不值得相应 不过呢 我今天早上听呢 这个一个采访 NPR的 就美国国家 国家公司的一个采访呢 他说呢 也有一个 就是 是为美国政府工作 有人说呢 这个你说 你信不信塔利班的话 你要看你是谁 在阿富汗你是谁 当然这话 我马上就明白了 就像共产党 结束 结管中国之前 如果你要是 所谓的贫下中农 或者是无产阶级的话 那么可能你不用担心 你甚至可能觉得 你会在 至少在宣传上 在主观上 你一个翻身的感觉 但是呢 这个如果 如果假如你是那些 曾经为旧政权服务的人 那当然 你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当然会 最后呢 这个账要声道 什么很难说 不管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人到底 在那也不仅学于阿富汗 立即呢 可能就有个难民潮 这个难民潮呢 因为现在看来啊 这个他的首都Cover 被围困之中之后呢 只有大概这个 大概就是跟美国政府 或者其他的这个北约的部队 进行合作的这些人呢 其实是少数 多数的难民 就是他们现在实际上 被困在Cover 现在很难出来 因为当正常的 民用航班停止之后呢 现在那些这个机场 能够飞走的人 都是美国的飞机 可以接走的人 而美国的军用飞机 他们接不接他们 这个实际上 在军队和民间的 这个交接怎么做 这个呢 现在都还是一片混乱 所以在这 从这点来说呢 他们的命运不定 但是呢 大量的难民 实际上是在 这个战争 其实已经胜部 已经可以见分晓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很多难民 已经通过一些边境 跑到了阿富汗的周边国家去 这样一个难民 朝这些国家 只能暂时的接纳这些难民 最后这些难民 还是需要有一个渠道 进行疏通 那美国政府已经承诺 要接受一些 但美国政府 更多台说是 是要跟别的国家的 政府进行协商 我们知道呢 在叙利亚内战和 就是莫里华革命之后的 在这个中东的 各国家进行的战争中间 大量的难民 移入过欧洲 曾经给欧洲呢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 像德国吧 实际上刚刚从 这个西德 刚刚从这个统一东德 这个消化东德 带来的问题 刚刚走出来 接着就面对这些难民 那种压力 但是欧洲还是咬着牙 各个国家去接纳 特别是德国 为整个世界做出了榜样 相对来说呢 美国这个季度就非常的 非常的贫乏 非常的不好看 但是呢 这次呢 这个看来呢 就是还是在欧洲国家呢 可能要做出的承诺 要多一些 不论怎么样呢 这件事情呢 会给世界各国 又带来新的压力 因为我们都讲到了说 全球化 就是在最近 在欧洲和西方世界呢 就是围绕着历次选举 民意极度的分裂 这个分裂呀 其实是跟外来移民 有很大关系 对于美国来说呢 我低调这么说 虽然美国接受难民 但是在美国 通过各种方式 进入美国的人 规划美国的人 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这个 而在这方面 当然可能有澳洲政府 和这个澳洲 和新西兰能够相比 其他的话 可能这个都像欧洲呢 这个这些大国呀 像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 但是对这个 在美国来说呢 这些新规划的公民 和老的 这些原有的美国的人 的这些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是大选中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 虽然大家都不挑明 但是呢 为什么左派指责 右派是种族主义者呢 而右派就强调 他们是要维护美国的精神 和价值 其实呢 在这说白的呢 就是一个新移民的 就全 多元化和老的 这种美国传统 和传统的 这些美国移民的 这样一个矛盾 但对欧洲来说 政治上被撕裂 主要就是大量的难民 进了欧洲之后呢 带来了 这个分 这个比欧洲的经济 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么 还有呢 造成了很多治安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知道 这个在法国 在这个德国呀 等等都出现了 一些的恶性事件 这都是他们过去没有的 其实在新西兰呢 澳大利亚 那个在早就开始 出现这些事件 而且有些是 有些事情 比如像新西兰吧 那就是中国人带去的 中国人已经带去的 那这样的一个移民 对于传统的西方社会呢 可能会造成尽量压力 那么阿富汗的这个要是 真的要是这个内战 内战结束之后 假如说塔利班 占了阿富汗 这会造成大量的新的难民 所以这第一个呢 就是整个事件 可能会面临一个人道主义灾难 关于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呢 是不是一场灾难 可能各国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各种文明的看法不一样 但不管怎么样呢 对于我们这些 接受普世价值的人来说 对于现在世界的多数国家 他们按照他们的 这个所信奉的准则来说 当然有的是假信奉 比如像中国 但是这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口是心非 他们叫人民共和国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把 选举权利给人民 那么所以 但是呢 不管按照这些标准来说 它是像人道主义灾难 第二呢 我觉得在这一场 这个阿富汗这个巨变中间呢 美国的政府 特别是拜登政府呢 表现得非常不合格 那么这个不合格在于呢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说 就相当于这个在这个 卡布尔的机场呢 看到了当年西贡沦陷前的这种场面 其实西贡沦陷之前的时候啊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体面的 一个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之后呢 美国撤出之后 那么才有一个撤出后 大概一两年之后呢 最后呢 这个北越的军队 才真正的把南越的政府 给彻底打垮 然后把战友的越南全境 还是给了美国一个体面 但是即使这样 还是造成了上百万的难民 那么外逃 我们知道中间很多是华侨 中间很多是我们中国人的后裔 他们呢 在台平洋上 那么无骨无缘 像这样一个惨痛的景象呢 这个被奋级 那么在这个 所以这样的一个 但这种局面的发生 是不是是不可避免的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呢 拜登和林晨所说的 这是一个没有选择 没有办法选择的结局 在这一点上 我可以有保留的同意 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 如果要真的是美国 像这个 他们能够能像其他的国家 当年比如像德国 日本和前苏联那样的 精心的去这个扶植 就是扶植自己 真正喜欢的政权的话 下很大功夫 以美国的 无论他的经济实力 还是军事能力 还是以他的这种智力 这个储备来说 都是完全可以做到 这个就是把一个政权 给他像样的弄好 但是呢 美国没有做好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 就是阿富汗21年 这个政权这样子 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 在昨天被问及的时候说 这个拜登是不是对他的 这个做法 表示一种这个 不满的 不满足的时候呢 拜登说呢 这个问的 是不是像习共一样 说呢 他们拜登和布林 回答就说 跟习共一样 说我们21年 进入阿富汗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摧毁这个政权 而不是叫这个 摧毁恐怖主义 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当时在美国 进入阿富汗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在电视啊 等等各方面放的镜头 就是阿富汗的 塔利班政权侵害人权 也就是美国去 如果仅仅用打击恐怖主义 这个口号 不足以作为摧毁一个政权的理由 因为呢 阿富汗的 当然塔利班还不是基地组织 他只是庇护的基地组织 不把基地组交出来 所以美国把它摧毁了 摧毁之后呢 美国其实向阿富汗人民 云诺呢 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 一个县 一个县 给阿富汗人民呢 不仅让他们能够 这个过上安定的生活 而且能够民主的权利 美国确实尽力这么做了 我觉得咱们美国 确实花了上万亿的美元 培训了阿富汗的 三十万的军队 而且还给了 而且还这个牺牲了 两千五百个美军士兵的生命 其实但美国这么做 但是这样的做的 本身的这个结果不好 那我们做过project 就做过项目的人都知道 对吧 做过企业的 做过实际的人 做过实际研究人都知道 你如果假如谈理论 谈思想 你怎么都可以偏马行动 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 实际操作层面 一定要看结果 如果结果不如意 你究竟要找原因 要反思原因 否则你下一个 还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美国 其实在这个 他成为世界老大 确实以他 花了比别的国家 多得多的钱 甚至牺牲了比别的国家 多得多的生命代价 做了很多努力 但结果不如人意 可是而且 总是一次又一次 重复类似的错 我觉得这个呢 实际上是应当好好反思的 那么特别是这个 我觉得他们说 这个 就是不会让西贡 这个重现 其实西贡也不是第一次 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 看到今天cover的情况 都很熟悉 1949年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 愧退到台湾的时候 那种那个景象 对吧 当时你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人的回忆说 当时有人拿出几个金条 为了得到一张票 甚至最后是一张假票 而且拿到票之后 还是不能上船 因为这个 有时候军队 突然就把船给挣走了 那样一个混乱 但是在那之后啊 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间悲剧 家庭悲剧 这样的一些悲剧的话 我觉得都不能 所以在回答的时候呢 比如像我在今天早晨 听到他们 在这个美国政府 国务院在谈说 我们的外交人员 已经全部能够安全的撤出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不负责任 因为毕竟呢 还有很多 跟美国政府合作的人 那么这些的命运怎么样 其实呢 并没有去真正的上去 这就让我觉得呢 美国这个政府 我觉得好就好在哪 好在他对这个公寓 却是负责任 这个公民也许在国内 他可以处在一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说 可能很多实际的人权情况 不是那么领分满意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歧视 但一旦他出了国 代表美国政府 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能得到很多的 这种美国政府的保护 像比如像日 在日本驻军中 有的士兵经济比较坏 有了强奸妇女的情况 美国就极力要保护他的权利 一定要在美国受审 而且受美国各种各样的保护 那这个士兵 其实他是黑人 他可能要在国内 他就不会受到这样的 政府这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对于不是他的公民的人呢 他在动员他们支持美国 说一些的 说一些 比如他后来又说另外几个 不过这些我都还不是 我特别的关系 因为毕竟呢 我觉得美国也是一个 英雄辈出的国家 包括他出过很多 很有能力的总统 这些总统 比如像埃森豪尔 比如还像 包括像杜鲁门 像这样的一些总统呢 都是在这个人类政治地缘 这种发生重大的 这种风险机遇 所以他们能够抓住机会 果断的采取措施 那么还有像里根总统等等 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呢 不会把美国的盟友弃之不顾 但是像 我觉得像这个 尼克松 这个总统呢 他当时在越南那样的一个 退出方式 那就是 不是说所有的退出方式 都会导致今天这样的 我们再讲前任总统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川普 但是呢 而且呢 当然这个操作方案 也可能不是川普 因为我知道川普 他并不关心 他所关注 或者他理解的事情之外 他并不关心 那么至少就是 当时在卡尔尔 这个当时 塔利班其实以前有实力 进行很大 举行的很大进展的时候 结果这个 美国呢 当时呢 这个 还甚至跟塔利班 递结这个协议 就是当时美国 正在参与递结 阿富汗战后的安排 那么谁都知道 这个安排呢 一旦塔利班 这个安排 可能是靠不住 但毕竟可能 还是能争取一些时间 因为他在美军撤出 其实可以 所以当时美军 说的时间是9月11号以前 结果没想到呢 现在到今天时候 整个阿富汗 就已经全部被占领了 最后美军6000人 现在已经守着 卡布尔一个棋场 那这个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 但是那时候就是 虽然是川普的总统期间呢 跟塔利班 达成了一个协议 但是呢 一旦他发现 塔利班有违约 说他立即就开始 对塔利班进行空袭 而且那种空袭 确实有震慑性的效果 那么很多人说 是不是美国 这21年就劳而无功呢 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我在前天 听到一个评论员说 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 他说至少呢 在美国在21年前 摧毁塔利班之前 塔利班自己 觉得自己是不可一世的 现在他们绝对不能 无视美国的存在 绝对不敢在 就是在损害美国的 这种根本利益 因为他们知道 美国如果随时可以回来 而且可以 在一些战术性上 虽然在战略前面 占领整个阿富汗 美国现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其实不是没有能力 是没有这个意志 那么但是呢 在通过一两次战义 战术行动和战义行动 摧毁塔利班的任何一个目标 美国的能力戳戳有余 而且是即使探囊取物 举手之劳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肯定要畏惧 美国的这样的 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 就是还是给他们教育 21年还是给他们一个教育 这个教育非常重要 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讲说 好像他们取得对美的胜利 就可以觉得我们打败了美国 美国就不可能再能 我觉得他们绝对不会那么去想 而且今天他们说的很多话 这些就是过去21年前 他们不说的 比较符合文明准则的话 其实都是美国 给他们教育的结果 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现在毕竟仗打败了 而且呢 败的后果这么惨烈 现在这个惨烈结果 还没有完全出来 我们也都从共产党的中国 和共产党的越南 共产党朝鲜的这个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 他们在刚刚夺取政权 时候做的许诺呢 或者做的事还远远 不是他们鼓务政权之后 你能想象到 他们要做多残酷的事 但是美国呢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是 美国需要反思 就是说 在其实拜登呢 当时不应该在 至少在 包括在处理一些 技术性方案上 他应当呢 对塔利班施加一些压力 而且塔利班是畏惧 美国的自在 我还要强调 因为而且 我看了点消息之后 其实在上个星期 我记得我还跟大家解读 这个阿富汗的 就是还两个星期前 我解读的就还说呢 是尽管呢 美国准备撤出 好像塔利班战夺的 但他一个省会都没有占领 结果他在十天内 这么快速的 把所有的 这个阿富汗重要成员 都拿给人家 进了卡本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呢 塔利班不是没有能力 做这一点 其实他早就有能力 他没有做 其实就是畏惧 美国的存在 所以他想呢 做的慢一点 结果当拜登的政府 就明确表示 不准备再介入阿富汗局 甚至不准备再参与 就是这个美军撤出后的 这个方案的时候 那我觉得塔利班 就得了提 所以他们先拿掉一个省会 后来接着一天 又拿四个省会 发现美国没有反应的时候 接着就席卷整个门 所以我觉得吧 这个应该说 美国呢 在这方面 我觉得确实还是事实 因为至少吧 就是你应当等到 那些跟美国合作货的人 他们有安排之后 你再去 这个把你的兵都先撤出来 但是或者至少 你要作为 我给你讲 21年呢 让塔利班绝对是知道一点 你不能漠视美国的意志 特别是要决定 做一件事的意志 当然占领整个阿富汗 或者让阿富汗回归 这个塔利班 在这一点上 塔利班跟美国没有 这是个零和游戏 这个他没有一个退让的余地 但是在某在时间进度上 在某些事情上的进退 他是知道他打不过美国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 拜登和布林肯 他们是有失色的地方 但是他们今天至今 不认可这点的 我觉得让人有些心寒 因为呢 这个 对那些人呢 跟美国合作人呢 实际上是 也是 现在的生命啊 和他们身家生命都冒着巨大的风险 他们连这样的一句 这个连这样一个关怀都没有 这点是特别让人心寒 当然了 那些人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 站在阿富汗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以我们中国的经验 和亚洲人的经验来说 从第三世界 其他国家人经验来看的话 我们也知道 跟美国合作的呢 实际上还是能有很多的 一些特权的 在那些国家里 这些特权呢 可能就会让那些 还比较处在贫困交加之中 特别是因为阿富汗的 这种不断的动荡的局势 受到损害了 过去还能过一点 相对稳定生活人来说 可能还遭受他们的憎恨 所以将来那不一定是光是塔利班 就是那些底层老百姓 这种仇富的这种心态 仇爱的这种心态 可能也会让他们受到 甚至比塔利班 比他们更严厉的 这样一些私刑的这种处罚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让人很担心 那我们在中国人 我们经历过四九年之后 有的时候 我是觉得就是 你看七六年时候 我坐牢就知道 你坐牢啊 都比你要落到公文明兵 那个手里好 那公文明兵打你 那真的是 他就是喝完酒之后 他打你 打你是一种消遣 是一种玩儿 而警察呢 他打你还嫌累 你不给他带麻烦 他反正他天天 他那一个屋子就几十个犯人 可以共他去打 他打不过来 他不像公文明兵 得几个人之后 可以一晚上 他要职业班 一晚上陪着你玩儿在那儿 他就是以折磨你为消遣 所以真的要落到那些 一般的老百姓手里 那这些人的命运就更加堪忧 不过呢 这还不光是一个美国政界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让我呢 就是有两个比较吃惊的地方 一个就是美国的情治部门 居然对于塔利班的情况一无所知 就是你可以到现在 你看美国有那么多报道 记者到处在打听 到处在弄 但是塔利班到底他的建制是什么样的 他的有多大规模 你现在你查维基百合 你查出来 但是塔利班就六万多人 六万多人就能够席捐整个阿富汗 这省会对吧 就是那么多 所以就是应该说呢 这个而且整个阿富汗能够 应该是几千万吧 那个他的首都卡本就占六分之一 你说就这么这么 就这么一个情报系统 他还说内战可能能持续到 至少能持续到明年春天 然后会逐渐的陷落 就说像这样的一个 就对塔利班现在 也还处在一个极度无知的情况下 这就让你觉得呢 哎呀这个好像是确实 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在美国是做过研究的呀 做一项研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我也想了 美国其实学界的风气呢 跟这个野战 也有比较浮夸一段 比较注重方法论的严谨 比较忽视呢 这个材料的这种 就是比如你的信息来源 因为这也有情可原 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 做学问自己人的一个心态问题 如果你真的想搞情这个问题 你会搜集想听 搜集各种信息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拿到一个学会 为了取得一个副教授 教授职位的发表文章 为了自己的职场生涯 你就比较注重的是形式上的东西 就是所以经常 我有时候说呢 美国听的学术界是 用比较精致的学术方法 去生产一堆垃圾 就让那个国家人看了 根本不是写那个国家的事 就说那么 而但是呢 他的方法又却无懈可击 就像这个 我们我的好朋友 史天年人还活着 他做了一些民调 民调证明呢 就是在中国发展最快 每年每天有几十起群体事件 的时候 他说中国老百姓 对共产党的满意度是98%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老百姓 真是肯定比我回去 比新年还更稳 因为这腐败呀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 贫富差距呀 还有仇 你看李柏西来在那 这个 在那这个 叫唱语打黑的时候 发现老百姓 这种仇富 仇官和仇己 这种心态 就是让人不可能 有那么大胆 但是他的这种 就是单单方法上 无懈可击 所以呢 因为当时我的 李安勇先生 他也是前年先生的导师 他在为这个书呢 他跟实验业业联合 发表这个时候 后来别人问他说 你真的相信这个 但是方法上无懈可击 最后讲说 就由于这样的一个 美国曾讲究 这种科学方法 严厉性 反倒是得大量的 真实信息 没法得到 因为很多的信息 你是没有办法 按照严格方法得到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你像我们都知道 在人权恶劣的国家 实际上他是没有记录的 对吧 检查打你三下 还是五下 他自己都记不住 反正就疼嘛 疼了第一下 疼完之后 根本就顾不上在计数了 那么警察打你 他也不会留自己的犯罪记录 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 提交到国际的一些 比如这些国际人权组织 或者是比较严谨的 他就要有这种数量的概念 几点几分什么时候 刑事犯罪啊 就是要强调时间 地点 人物 做什么 说什么 都要非常精确 但是所以就是 我在哥德美亚大学呢 在人权导论中 做主教授 后来他在最后一篇 就说讲到人权工作 现在已经成了个象牙宝塔 在这个世界最需要 人权救助的地方 你是拿不到 你没法救助 因为你拿不到真实信息 相反 你能拿到信息 都是美国呀 这种国家比较发达的地方 所以那天我在网上 跟我争论 他说呢 他说你怎么知道 这个地方有罪犯 他又没有严谨的法庭调查 我这要照你这么说 那罪犯都是在美国 都是有法治地方才有罪犯 没法治地方就没罪犯 因为没法治地方 你根本就没法按照 现在法治原则 认可罪犯 对吧 所以我讲 那回过头来说呢 其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也耽误了他 那么但是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美国现在 很多的专业的人做事啊 他不是真的去用心做事 他其实在 就在完成自己的任务 已经不像当初的这些人 就有这样的original 这种就是非常出本 本出这种良知 去做一些事情 更多是为了个人这种职场发展 我自己呢 在美国社会 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 而且他有一种就是 这个其实不太关心 自己这个结果所带来的 如果一旦有失误 给那些国家带来的人的死活 他在本国性做的很认真 因为本国他有法律 他有民意这种检验 他有这个各方面这种检查 但是对到了国外去 他就很难做的 他的导师啊 他在博士 他在比如做博士 他的导师也 因为也不一定了解 他也不能看到所有这些信息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都导致了美国的帮忙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 第二个我觉得呢 让我吃惊就是美国军队呢 你要知道30万 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 他的装备是美国的 他的军人是美国训练的 美国的军队 怎么就能够对阿富汗军队的 战斗力点都不了解 这点让我很吃惊 就所以他们的军队呢 做出的是包括就是给拜登啊 有时候我觉得可能 大概之前我们就去指责 布林肯和拜登也不公道在于说 他的军他美国的军队呢 给予他们的估计是可以 至少能守到春天 甚至可能要一两年的内战 那么才能去陷落 这样美国就可以像越南一样 他一个体面的抽身 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越战 美国这个体面抽身 但是美国的自己 他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他可以给民意有这个交代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呢 他在一个也是个信息爆炸时代 每个新事件出来 就会淡化这次旧事件这个旧事件 这种机器 只要给他一个时间差 那么这个事情所办的过时 或者这种不愉快 就会被新的这种感官刺激的不愉快 给替代了 那这个呢 从这个地方来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军队啊 这个也让人觉得 军队是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 你训练的人对吧 你训练的士兵如果不行的话 你怎么可以就让他就合格 而且呢 美国的装备还不断的提供给他 就在这个卡布尔 就在前两个星期 美国还提供了一批先进装 给他 现在这些装备 都被塔利班拿来炫耀了 当然塔利班现在 为了不刺激美国 还是很小心的在控制 这样的一个节奏 控制这个这样的一些举动 而不是像 比如像什么卡扎菲啊 像什么这个 伊拉克那个 那些家伙似的 就以羞辱美国呢 作为一个 他们现在很小心 不去做这些羞辱美国的事情 这也看出呢 他们现在算比较成熟 那么 所以我觉得塔利班的物质 和对阿富汗政治 暴露出来 美国在这个国家工作了20年 花了上万亿美元 牺牲两千 两千五百个士兵 按照拜登说 我们把30万 美国最优秀的儿女 派到这个国家工作了20年 整整一代人 居然对这个国家的敌友 双方都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让 但这带出一个问题来 今天早晨 就是张博尔顿 就是那个 我们知道 就是前川普总统的 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他后来就写了本书 把这个川普总统骂了一通 他呢 他就在讲说呢 今天跟他有个 他说呢 这个事情很重要 阿富汗的行为很重要 阿富汗到底重要不重要 有时候我想他就不重要 因为我知道 如果这个地方真重要的话 美国不会让他失守的 你就不能想象 美国不让以色列失守 美国就会让 这个向日本失落 就是 而且呢 美国会下很大戒 真的去了解他 也许 我觉得美国对训练 阿富汗的政府军 漫不精心 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对阿富汗的 塔利班漫不精心 是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丢了 也没什么了解的 这个地方也对俄国主要 对中国重要 对他的周边的这些什么 阿拉伯和 就是信伊斯兰教的 世俗政权 像塔吉克斯坦 吴子别克 等等 对他们重要 本来对美国 就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美国 应该说对这个 我压是漫不精心 之所以他打了21年 是因为 为了摧毁 这个基地组织 然后去了之后呢 前面呢 是一直到奥巴马 就把本拉登给击毙了 那么后来呢 就等于说是 再给我一年 我们会让情况更好 到最后说 所以拜登总统在 这次做决定 他也说 我听了各方面汇报 就说 再有半年 一年 我们也不可能 让情况得到改善 这时候他说呢 那这样的话 再做出这种牺牲 就是为了 所以他就决定 撤出来了 当然是不是改观一个方法 就能做得更好一点呢 这个我不在场 但是我觉得 从信念上来说 应该是这样 要不然人类 怎么能进攻呢 这个我要说呢 但是呢 阿富汗呢 确实呢 在有在博尔顿说呢 他很重要 之所以重要 他说 也许就是阿富汗 如果即使不重要 阿富汗的线路本身 会让给很多人鼓舞 给谁鼓舞呢 给习近平鼓舞 给金正恩鼓舞 给伊朗鼓舞 给这些就是 跟要跟美国作对的 或者准备反美的 这样的一些势力鼓舞 说实话呢 在21年前 美国开始吧 这样从小布什总统开始 还有再往早的时候 应该是老布什总统开始 这个第一次教训伊拉克 后来这个 他还有去 这个出兵这个 巴拿马等等这些 还有到了这个 克林顿总统去 这个去轰炸 这个约克斯拉比亚 就是南斯拉夫 去进入南斯拉夫 一直到后来 这个小布什总统 去出兵伊拉克等等 他还是 因为仗开始打 还是比较顺利 对吧 比较就是很快就摧毁了 阿富汗呢 伊拉克等等的一些政权 但是从这些地方来看 当时呢 还是挺服务世界上 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 但这现在呢 美国好像又开始退手 你看缅甸这个事 就是就就比较糟 然后呢 这个古巴这个事 也处理得不好 所以我觉得呢 在地点上来说呢 就是美国 这个好像 这个不仅是拜登总统啊 整个美国呢 确实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现在处于一个收缩的一个态势 就像从这个尼克松开始 那么开始进行收缩 到伊根时候 给他稳定卡特 那就更不用说了 巴拿马有个都丢掉了 那这个到了 一直到这个伊根时期才稳住 稳住之后 那么到了老布什时期 到了这个苏联冷战垮台之后 他们开始进行进去进去在全球 但老布什还比较谨慎 他就是都是外科手术打击 打完就撤回来 这样的话既教训了这些人 让他们不要嚣张 威慑持续 同时呢 又不让那个地方陷入太大的混乱 到了小布什总统就信心斗涨 开始就消灭一个政权 要重建一个政权 开始在跑道 在东东做这个事情 那现在看来吧 这个结论都出来了 其实当然这个结论 最早是川普总统做的结论 就是这个 我们管不了这些事情 那么拜登看来呢 是认可这个 这些都表明美国现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呀 那我现在每个星期啊 到白宫 在那个地方呢 我会带着中国民主党的人 在那里呢 去呼吁中国的人权问题 所以每 但是每个星期 都能看到世界各国抗议 我们看过缅甸的人抗议 见过古巴的人抗议 也见过巴勒斯坦的人 这个昨天呢 那个声势浩大的呢 就是阿富汗人的抗议 那看得真是心酸 因为他们都是可能 大概有亲友啊等等 在阿富汗被陷落出不来 所以这个在这些上 我就觉得呢 你就会看出来 在这些问题上呢 美国政府都处理的不好 所以而在当地的 他们这些国家的 在美国的后裔呢 举行了这种活动中 表达出这样一种 失望和愤怒的心情 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来了 美国也对国际一些问题上 无能为力 真的无能为力吗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因为从历史上看 德国日本和前苏联 都有过比较小的力量 和资源投入就做成过 比美就是确实就在一些国家 成功的去扶植和建立 他们希望的政体 那么当然了 他们的方式呢 用的是那种专制的 暴政的方式 美国不能用 但是换到民主自由方式 就真的不行吗 那我觉得又回到了 我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他对于我们 这些主张在世界各地 特别在中国 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 我们应该考虑到 这个国家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怎么能让这个民主啊 作为普世价值 怎么能够去在中国 接地气要落地 如果落地这个工作 做的不好 这个只是他这个 他即使他这个美好的理念 照样不行 我是不相信呢 说民主呢 跟中国的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就像市场 对吧 资本主义市场 跟中国格不入 但现在中国人搞市场 不是搞得也挺好吗 对吧 我们也搞出了一批 这个企业的 这种世界上的巨头 对吧 所以我在想说呢 其实呢 但是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尖锐 因为在这种理想 我也很理解 美国的 美国人民的这种沮丧感 美国政治家 和美国军队的 这种沮丧感 因为他们确实 尽力而为了 西中两千五百士兵 三 这个投入了上万亿美元 对吧 你不能说美国人 不尽力 但是最后结果 这样一个结果 而且阿富汗 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 所以这是呢 我觉得我们想想 而这些地方 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是美国人 做的问题 还是他们本国人民的问题 那就说据到中国 就是我们自己 这些主张 民主自由的人 我们能不能 把中国问题解决好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 我觉得 这就是呢 其实呢 不管外力怎么样 外力对你多么有利 如果你做的不好 那么这个民主自由 还是不能落地 不能接地气 那么还有呢 就是你不能指望 美国帮你解决 中国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 就是在中国 在共产党的暴政下呀 感到绝望的人 说希望美国人民 来替我们中国人 去打败 中国这个专制政权 但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如果阿富汗 伊拉克 什么这些国家的事 美国都没有办法 替他们解决好的话 那中国这么大国家 那这些这个 那你说更很难解决 所以我在讲的说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 好了 今天呢 这个阿富汗局 是带来的话呢 我们就讲 我们就讲